继续是新时代新征程新伪业系列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南沙区缆河镇有一位老党员郭十五 退休后依然常年奔波于一线 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天气转凉 七十多岁的郭十五和缆河镇关公委其他几位成员 带着被子米油等物资上门探访低保护梁女士 早年梁女士丈夫因患病去世 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 但她收入微薄经济压力较大 在当地政府关公委等帮助下 梁女士一家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看到梁女士一家的情况有好转 郭十五也很欣慰 郭十五是原揽河镇副镇长 退休后留任揽河镇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并担任揽河镇关公委执行主任 尽管已经退休 但她仍然不忘初心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郭十五着力帮扶困难学生 走访二十四个村居 了解特殊群体的情况 从思想上心理上物资上帮扶他们 同时她还活跃在校园里讲台上 去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向广大青少年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教育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 当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 在郭十五的影响下 兰河镇不少已经离退休的党员干部 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发光发热 由司法 团委 复联 教育系统等老干部参与其中 他们发挥自己的经验 学识等优势 还关注提升下一代工作队伍的 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 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我们每年都对大概有七十名的困难儿童 在经济上是给予支持 在精神上是给予关爱的 后阶段我们继续将这个 关公委的组织队伍 扩大 增强他们的影响力 将困难儿童的资助范围 资助的金额去扩大 让他们更多受惠